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小厨娘,我是飘飘 粉条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 不是煮着吃,就是炒着吃 或者是凉拌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粉条不一样的吃法 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哦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些红薯粉条 然后放进碗中 窝里边加入一小勺食盐 倒上适量的温水 水能没过粉条就可以了 加上几滴白醋浸泡5分钟 加上一点白醋 可以使粉条快速的泡软 现在的粉条已经泡得差不多了 用手掐一下 很轻松就能掐断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 混干里面的水分放在一边 锅里边倒上适量的清水 用大火直接煮开 烧水的时间 我们在碗中倒入两个鸡蛋 少加一点料酒去除腥味 再加入一小勺食盐 用筷子搅散备用 现在水已经煮开了 把粉条直接倒进来 入两分钟左右 这会儿的粉条已经煮好了 把它捞出来 放进凉水里面 过一下凉水 过完凉水过容易涂住 这会儿把它捞出来 我们搭碗中 再把蛋液慢慢倒进来 搅拌均匀以后 搅拌均匀以后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搅拌均匀以后 搅拌均匀 捡Evet 准备一个土豆 算在牠切成薄片 把牠切成细丝 切的时候切得细一点 切好以后 好凉 그럼 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土豆浸泡起来 防止土豆仰滑变黑 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换个抬起来的宝贫 再把精力四丝 四号以后 我们要准备用 一小碗小丝 切好以后 放在一边 准备一个大碗 先把土豆丝加进来 再把胡萝卜丝也倒进来 再把粉条也直接倒进来 葱花也加进来 加上一小勺食盐 适量的胡椒粉 用筷子直接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 少加一点虾皮增加营养 再慢慢的往里边加入面粉 面粉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夹 像这样慢慢夹 加成视频中 这种粘稠度就差不多了 像这会儿 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 银子 用筷子直接刷均匀 刷均匀 刷均匀以后 把粉条直接倒进来 稍微整理一下 用铲子按压平整 按压平整以后 在表面刷上一层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最后撒上一点芝麻增加香味 盖上盖子 用上下火开始烙纸 三分钟左右给它翻一个面 这会儿底部已经凝固了 怎么按压它都是紧紧的 不会散开 翻面以后再用上下火烙纸三分钟 两面都变成金红色 像这样按压非常有弹性 这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放在案板上 不烫手的时候 把它切成零芯片 像这样切好以后 就可以直接装盘了 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粉条小饼 外酥里软 吃起来特别好吃 而且粉条看起来 细硬剔透的 特别好看 像这样做出来的小饼 光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而且咱们在做的时候 加了很多有营养的配菜 早上当做早餐吃 最适合不过了 搭配上一杯牛奶 给孩子作为早餐 既营养又简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飘飘小厨娘 我是飘飘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